这也是他们之间第一次相见欢 大家忙着推推几几联络感情好不热闹 其中个头最小的一只 其实是最早出生的大哥 他出生时只有51公克 创下存活下来的大熊猫 出生体重最轻的世界纪录 也因此备受保姆们的呵护 现在已经有2000多公克重了 如果连出借给美国亚特兰大的母熊猫算在内 今年大陆人工饲养的大熊猫 总共产下7胎共10只宝宝 每一只都健康活泼 又是繁殖成果丰硕的一年 周末的天气稍待一会儿中式气象台